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的盒子表示庄稼 下面是茶几的鸡字 意思是它就像茶几的桌面一样光秃 秃字的应用很广 比如光秃秃的山 光秃秃的树 秃尾巴鸡等等 秃 特污秃 光秃秃的秃 秃 这个人不知得了什么病 头发都快落光了 他找了很多医生 服了很多的药 但是头发还是没有长出来 因此他就精神颓废 这就是颓废的颓字 右旁的叶子表示头 左旁的秃与颓生母相同 所以用秃表示毒阴 颓废就是指人的精神萎靡不振 意志消沉 另外还有颓败 颓堂 颓缘断壁等等 颓 特为颓 颓废的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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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奶字与和字组合 就是庄稼土碎开花的意思 庄稼土碎也叫绣碎 这就是绣碎的绣字 后来这个字被引申为 优异 美丽 还有优秀 秀丽 秀气 清秀等等 绣 稀佑绣 绣碎 优秀 秀美的绣 绣 绣 绣花离不开针 更离不开丝线 所以用绞丝旁表示丝线 又因绣花针像麦芒一样尖细 所以用绣表示读音 这就是绣花的绣 绣成的物品也叫做绣 比如香绣 苏绣 锦绣 绣品 绣花枕头 绣花鞋等等 绣 西右绣 角丝旁绣 绣 绣花的绣 绣 你们看 这堆废铁上绣迹斑斑 还有各样的色彩 如同绣品 因为是铁器 所以用金字做旁表意 再用绣字表示读音 就是生锈的锈 锈 金字旁锈 铁锈 铜锈 生锈的锈 锈 一个初学绣花的人 要有师父传授技术 师父寻寻善诱 把绣花技术 由浅入深 游易变难地将给徒弟 并带领他们进行实践 这就叫做诱导 诱导离不开语言 所以用言字做旁表意 诱音 秀诱读音相近 所以与秀字组合 这就是诱导的诱 这个诱字还引申为 利用手段吸引人 比如引诱 利诱 诱饵 诱惑 诱骗诱拐 诱敌深入等等 诱 诱诱 诱导的诱 诱 有一种绣花技术 叫刺绣 绣花针从正面穿透到反面 再由反面穿透到正面 所以用走织 表示手与针的运动 再与绣字组合 就是穿透的透 透就是穿通的意思 比如透风透气 透亮透视透彻等等 另外像透露风声 百里透红 雨下透了 我恨透它了等等 都是这个透 老爷爷 您恨透谁了呀 爷爷是举例子 你脑子有问题呀 你脑子才有问题呢 我不懂可以提问吗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你们俩的脑子都没有问题 现在还是跟我来读吧 透 透透 穿透的透 透 透明 再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